英语里有句谚语 From China to Peru 字面解释为从中国到秘鲁 含义为天涯海角 6月24日 中国政府援助秘鲁抗疫医疗专家组 结束隔离休整回归岗位 据中国政府援助秘鲁抗疫医疗专家组组长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公共卫生管理专家郭怡介绍 专家组在秘鲁分别走访了 国家抗疫领导机构 卫生主管部门 国家实验室和多家医疗机构 同币方就疫情防控 诊疗临床护理 检测分析等开展经验交流 举行疫情防控培训活动 向多家医院分享诊疗和防控方法 我们告诉他们 我们去湖北的42600个医护人是零感染的 那他们那个医院是有60多个医护人已经感染的 那所以他们就是很震惊 然后所以我们通过第一天的交流 传递了我们正确的三区两通道的划分 以及我们防护物品的使用原则 还有调配资源的这种 节约这个防护物资的这些一些策略 那这个他们当时听到以后呢 就非常急切希望我们去到他们的病房指导 后来我们又在日程延长以后 又调整了半天 专门去到他们那里 帮他们把主要的隔离病区和救治场所 进行了这个图纸的设计和划分 在专家组圆壁期间 秘鲁同行提出了诸多具体问题 对专家组介绍的防控和治疗经验很感兴趣 必方围绕四早四集中等中国经验和做法 与专家组深入讨论 他们在早期呢 一直是采取居家隔离的方式 那这个居家隔离在我们看来 是有社区这种感染的风险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秘鲁开展工作期间 反复跟他们强调这种集中隔离的重要性 那在我们离开之前呢 他们建了十所放舱医院 那此外呢就是还有一些 对于社区的管控 还有他们这个国家紧急程度的 这个判定开放的程度 我们会给一些相关的建议 其实围绕的主要还是 我们国家的四早四集中这个方略 这个方略对于整个这个疫情防控 是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据了解 秘鲁各界也对专家组形成密切关注 连日来 秘鲁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点赞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的万里支援 通过我们的传递一些正确的信息和情况 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些我们的观点 和正确的一些经验 所以在这个中间也会有一些人 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那通过我们科学用数据用科学的解答 也消除了这样的误解 郭怡告诉记者 虽然中壁两国地理位置相距较远 但是友谊渊远流长 通过此次远避抗疫 加深秘鲁对中国防疫经验的了解 目前秘鲁新冠肺炎疫情病例的增速 有所减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